未来早已让你赚过十万块钱 我们姐们几个不出马是不行了 那你不是怕臭吗 可我更想要到端街啊 这小子给我哄出去 爸 叔叔 凭我陈建业的女儿 有多少优秀的年轻人 可以让你选 那你为什么就偏偏挑上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穷小子呢 我觉得你对公司管理方面 非常有想法 我叫振潜 欢迎加入腾档 把行刑托付给你 如果他接受尝试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 我觉得你还是放弃承轻吧 你给不了他想要什么 我和你不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努力 这不仅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我实现平地爱情的前提 承轻要的只不过是 当下的陪伴 小薰 我分手 合作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